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是吗 没有香味啊 好久没吃泡面了 看样子很好吃 要不我们换着吃吧 老板这不好吧 那有什么不好的 我天天在外面都吃腻了 正好想吃完泡面 好吧老板 杨子 平时你不要老是吃泡面 吃久了没营养 有时间做点饭 带到公司来吃不是很好吗 知道了 这里面好多火腿 这是你妈妈做的吧 我看到农村那些老人家呀 都会做点腊肉腊火腿 这火腿是国外买的 国外买的 这跟国内的味道 受点不一样 当然了 这是利比亚香果火腿 小王 你有东西掉了 我没有掉东西啊老板 你的良心掉了 你穷没关系 但是做人要善良 不属于你的东西 不能拿 老板 你说的对啊 做人一定要善良 你还不快把你刚才 捡的钱包还给施主 我没有捡到钱包啊老板 还装呢 你是当我没看到是吧 老板这是我的 里面有三千现金 还有两张烟烟卡 不信你可以打开看看 你怎么还在狡辩呢 之所以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 是因为你捡的时候 已经打开看过了 我看得一成二出 你家里要是有什么困难的话 我可以帮你 但是这个必须要还给施主 老板 这个钱包真的是我的 我刚钱包丢了 然后来这边找 找了好久才找到的 这个卡有三千万 这个卡有五千万 还有这个卡有八千万 不信的话 你可以跟我去银行查一下 里面全都是我的名字哦 这么有钱还脏宝啊 这栋楼是我爸的 我爸让我先从底层做起 刚好你们公司也在这 记得关注我哟 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李总 这尾款什么时候能结算给我们呀 我们公司资金出了点问题 喂 李总 李总 抓小偷 抓小偷 站住 你给我站住 你的包 谢谢 你的外卖 这都几点了才送过来呀 这饭都凉汤都散了 你是怎么送外卖的 这给你拿走吧 我不要了 你看我再重新给你点一份行吗 你千万不要给我差评啊 做梦吧 我今天必须给你差评 求求你的美女 千万别给我差评啊 你的差评会影响到我工资的 你的工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赶紧滚 别在这烦我 你的外卖是因为我才迟到的 刚才我的钱包在楼下被抢了 是这位小哥帮我抢回来的 你的外卖我赔给你 啊 不用这么多 剩下的是你的工资 你被开除了 刚才你对外卖小哥说的话 我听得一清二楚 我现在对你的人品也一清二楚 我们公司不需要你这种员工 这位小哥 以后你来我们公司工作怎么样 一个月给你五千 不不不 这倒不用 没关系 不愧可以学习 我们公司最看重的就是人品 真的不用了 我一个月能挣五万 你才给我五千 再说了 你们公司什么情况我也听到了 说不定你们公司一个月 都没我一个人真的多呢 记得关注我哟 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你好 可以给我一杯水吗 臭药饭的 谁让你进来的 这是你能进来的地方吗 臭死了 赶紧滚出去 弄脏了我们的地板 脏死了 杨子 你在干什么 你说的读到哪里去了 最起码的尊重都不知道了吗 老板我 大哥 你一定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吧 年纪轻轻出来要饭实在是可惜了 这样吧 我们公司正好缺一个保安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就来我们公司 一个月给你五千 这样也能解决你的温饱问题 谢谢 谢谢 好人一声平安 老板 他一定是骗子 你不要上当书骗了 你不要说了 下班来一下我办公室 老板我们投资人李总很早就过来了 现在在帮助室等您呢 李总 他不是拒绝和我们合作吗 什么风把他吹来了 这个我不清楚哦 那我马上就来 好 欢迎李总大家光临 请坐 您是 对 我就是找上那个乞丐 哥 你们 老板 这是我哥 他就是我们的投资人李总 之前他拒绝了你的投资 是他不知道你的人品 所以假装乞丐来试探一下你 那你就是李氏集团的 千金 记得关注我哟 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跟大家说一个不好的消息 最近公司效益非常不好 随时可能会破产 到现在目前为止 大家的工资还发不出来 我们大家在一起工作了这么多年 我们之间不只是同事 也是朋友 所以我也不想瞒着大家 如果大家要离职 我也不拦着你们 如果要留下 我会非常感激大家对我的这份情谊 是走是流 你们自己看吧 哎 你说公司这是破产了吗 怎么这么突然啊 我要与公司共存亡 我爱公司 公司是我家 老板以后你赢了 我陪你军临天下 你输我就陪你东山再骑 喂 李总 我同意把我的公司转让给你 喂 李总 我们公司是不可能转让给你的 老板 这里是500万 你先用着 不够的话 我再问我爸要 老板 这是我的法拉利 能卖400万 你拿去卖了吧 老板 我这有三套别墅 加起来能卖一个亿 你们快拿去卖了吧 你们把房子和车子都卖了 那你们住什么开什么呀 没关系 我家房多的是 是的 我家车也很多 记得关注我哟 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怎么了老板 什么事啊 样子 你去外边找人给我修修椅子 我这椅子又坏了 老板 你这个座椅三天坏了五次 已经没有修的价值了 要不换个新的吧 那行吧 你给我出去一趟 咱买个新的回来 好的 上车吧老板 哎 杨子 你这个车真不错 这座椅真舒服 就跟坐那个飞机头等舱似的 别说呀老板 你真是好眼力 我这车可是大五零 哎呀 这躺着也太爽了吧 当当当当 老板 我把我车上的座椅拆下来 改好了给你用 这还能改颜色啊 这是我改的另一辆车的座椅 老板你快试试 有点东西啊杨子 不错不错 老板 你累的时候啊 还可以这样平躺 这个腿拖还能打开 怎么样啊老板 躺得确实爽吧 我当时买这辆车 就是为了这个座椅呢 不光面料环保 它还根据人体不同部位 提供不同的支撑度 躺上去整个人都轻轻许多呢 这座椅确实不错 老板 你觉得咱们公司员工 都换成这个座椅怎么样 开什么玩笑 这得买多少辆车呀 没事老板 我请客 反正我这个月 还有200万的零花钱 不知道怎么花呢 记得关注我哟